上回书说到专珠的母亲 为了让专珠报答公子激光就上吊身亡了 专珠跟吴子虚还有公子激光就商量好了办法如何刺杀王辽 专珠到太湖去了三个月 就把做鱼的手艺学会了 激光呢要把鱼长剑给了专珠 就这样激光就把王辽请到自己府中赋宴 王辽这个人呢贪吃 就爱吃好的 所以他到了公子激光的府中 专珠就做好了浇汁鱼 这是特地从黄河那买来的黄河大鲤鱼 为什么做胶枝鱼呢 因为这鱼里头藏着这口鱼长剑 鱼长剑并不大 说现在的话就跟匕首差不多 但是宝剑不能光芒外露 所以用胶枝鱼就把这光芒罩住了 公子激光陪王辽在这坐着 王辽望着一坐 他总是留着神 每次出去都身上陪着唐泥宝铠 而且旁边假是环绕啊 要是打算见王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专珠只能望上端着鱼盘 等专珠望上端着鱼盘 王辽传下话的准他进去了 专珠端着这盘交织鱼 就走到王辽的面前 假是在旁边仗见而立 王辽在这坐着 这个专珠啊 他把这鱼盘望成一端 还没走到王辽的跟前呢 王辽就闻进了这香啊 因为王辽好吃吗 他闻进这鱼的香味了 等专珠端上这鱼盘里的时候 因为鱼尾对着王辽 鱼嘴呢就对着专珠 鱼嘴里头有这剑瓣啊 等把这鱼盘望成一端 哎呀 王辽闻着这香啊 专珠突然间望后这么一退 把这鱼盘稍微吞下点来 因为王辽闻着这鱼太香了 他不游的就站起来 他探着声 他瞧这鱼 就在这功夫 专珠拿着手攥着鱼嘴里的宝肩板 望上一扎 他得会扎 因为王辽身上披着唐离宝凯 只有鱼长剑才能透过唐离宝凯 而且要抓到心脏的部位 这王辽才能死 专珠确实是这一剑刺中了王辽 但是王辽身旁的武士过去 大家伙一起动手就把专珠剁成了肉泥烂酱 专珠跟王辽全都死了 这样公子激光就继了王位了 继了王位之后呢 他就借给吴子虚兵 吴子虚指挥吴兵 兵发楚国 正好是个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楚平王死了 他的儿子继位 趁着少主继位的时候 吴子虚指挥人马 兵发楚国 报了父兄之仇 但是楚平王已然死了 吴子虚就把楚平王的尸臣蹬出来 鞭挞楚平王的死尸 袁帅邓宇把这故事讲完了 姚琪听着真高兴啊 袁帅 您说口了 我给您沏茶 您喝茶 千岁您也喝茶 别光听啊 您喝您喝 姚琪是紧烈的忙活呀 姚母听邓宇讲了领母福建 又讲了专珠瓷王辽 心中大受感动 姚母心说呀 姚琪的父亲 是孝平皇帝嫁前之臣 官拜贵阳太守 没想到被奸臣王莽杀害 姚琪有复仇在身 他跟王莽不共戴天哪 这时候姚琪正应该伸入汉营 扶宝留朽灭王莽 既报君仇 又血腹恨 倘若是汉室复兴了 姚琪在两军阵前 立下功劳 也有恢复江山设计之功 将来是开国定定的功臣 也对得起 他死去的父亲 倘若失去这个机会 姚琪就没有出头之日了 哎呀 王莽的母亲能够福建身亡 专母能够上吊自尽 难道说我姚母就不能一死吗 只要我死了我儿子才能到两军江场去辅保汉太子刘秀立功 如果说我要不死耽误了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就没法到汉营啊 哎 我就不能成全我的儿子吗 姚母想到这儿 就跟儿子姚琪说 琪儿啊 哎娘啊 你陪他们军臣在这说会儿话 我去方便方便就来 哎呦娘 您可慢着点 要不然我掺进去 不 你陪着他们军臣在这说话吧 我去方便方便 就这样姚琪的母亲 出来离了东窝奔后院 她往后院走 到了自己住的两间东房 刚一进窝 她站住不走了 姚母想听听 刘秀君臣跟自己儿子姚琪说什么 因为姚琪他们家就三间东房 两间里边的房子是姚琪的母亲住着 外边是东房 当中间呢就隔着一段墙 这墙呢还是破砖头垒的 外边说什么 里边听得非常清楚 老太太望着一站 就听元帅邓一说 姚贤弟 你知道本帅 监贤帅 监贤帅 你们君臣不是给我摇旗送信来了吗 哎呀 姚贤弟呀 不是不是 现在陪同王伦 全都受了重伤 营中所有的战将 也都打不过纪阳关的残旁 姚贤弟 要是等着陪同跟王伦把伤养好了 那得耗费汉英兵将多少粮享啊 姚贤弟 你替我算一算 一个人一天吃一斤粮食 整个汉英将士一天得吃多少斤粮食 殿下刚刚兴兵 这样耗费是单得不起他 姚贤弟呀 我们来请你 请你助我们一臂之力 到两军江堂 去战胜武状元岑鹏 帮着汉太子复兴汉士 姚贤 听着姚贤咳嗽一声 元帅 您刚才不也说了吗 这个专注因为老母在场 不敢以身相许 我姚贤不也是一样吗 您看我娘的身在骨 其实啊 我姚贤也愿意在这时候 福宝殿下千岁 为国家出力报效 灭了王莽 有我的功名富贵 还给我爹报了仇了 我娘在呀 我也是没有办法 元帅不瞒您说 将来到了我娘死了的时候啊 那也晚了 我姚贤有多大能呢 也没地儿使去了 姚贤是无心说 姚母是有心听啊 听了儿子这几句话 不雅如万把 钢刀扎于肺腑 心里这份难受就甭提了 是啊 如果说我在活上几年 汉太子刘秀兴兵灭王莽 带着将士儿郎要把王莽灭了 到那个时候 我儿子的一生一世就耽误了 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 也不能耽误我 而终身一世 我得让我儿子到两军疆场 灭王莽 报复仇啊 老人家想到这儿 迈步走进里屋 就找了一根绳子 上了土炕之后 往炕上一跪 汉太子殿下呀 老神今日一死 但愿你灭亡成功 我儿也给我那王父 报仇学恨 就是我死在九泉之下 也是甘心明目 七儿啊 姚七七儿啊 你我母子要想再相逢见面 除非是夜里三更 梦中团圆了 姚母说完了之后 冲着正北磕了两个头 然后啊 就把这枕头挪到这儿 站在枕头上 拿绳子在房梁着双隔套 把脖子忘了一套 脚底一蹬着枕头 老太太上吊一命呼呼了 那么姚琪呢 跟刘秀邓宇正在这儿说话 说着说着话 可不见娘回来 姚琪不放心了 千岁 少陪 我去看看俺娘 说完出了东屋 蹬蹬蹬 他就奔后院去了 姚琪刚一走 刘秀可就急了 把脸望下一沉 两只眼睛一瞪 我说远帅啊 你怎么能跟他们母子说 领母福建 专诛次聊啊 倘若 倘若姚母被你说死 如何是好啊 邓宇抱拳拱手 千岁啊 我为的可是汉室天下 如果我不说这几个故事 姚琪的母亲也不会自尽 如果她不自尽 姚琪不能到两军江场效力 那么姚母就不算是贤母 姚琪是大汉朝忠臣之后 她的父亲被王莽害死 她就应该福保千岁 为国报恩 才不失为忠臣之后 再说 灭了王莽 也给她姚琪报了复仇 没有汉兵汉将 谁能灭王莽 谁能给贵阳太守 老忠臣姚猛报仇 千岁 我这是为了汉室天下 可不是为了我邓宇 也为了成全姚母的贤德之名 刘秀一听邓宇说的也有理 两个人正在这说话 忽然间就听姚琪在里院叫了一声 哦呀 紧跟着扑通一声 姚琪就摔倒了 邓宇说千岁 别争了 您别说不了 快走快走 姚琪死过去了 这姚琪要死了 可就坏了 邓宇拉着刘秀 赶紧跑到后院屋中 一看姚琪倒在地上 两个人赶紧把姚琪扶起来 盘起腿来 倔杂吹叫 姚贤弟 姚王兄 你醒醒 你醒醒 两个人叫了半天 姚琪才还醒过来 姚琪抬头看着娘 娘啊 我没找你生气啊 你为什么吊死在屋中啊 娘啊 姚琪这么一哭 街风四铃全都听见了 就来了不少人啊 刘鼠就劝了 姚王兄 人已然死了 死了就不能复生 你可千万不要过分悲伤啊 千水啊 我娘死了 千水娘啊 姚琪是越哭越伤心 越伤心越哭 哭着哭着 他两只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邓宇 他不哭了 是啊 姚琪新说就是你说的 你说的亡灵的母亲 灵母最贤 福建而死 你说的专母最贤 专母上吊身亡 说我娘好比灵母 可比专母 现在我娘上吊了 是你你你把我娘说死的呀 姚琪撑脚站起来 用手指着邓宇 你把俺娘说死 俺岂能跟你善罢干凭 他扑过来了 邓宇赶紧往后闪 刘秀就拦住了 邓宇就跟姚琪说 姚先帝 你可不能怪我呀 也不愿你愿谁 你给我娘说死的 姚先帝 你听我告诉你 你要愿就得愿那个陈鹏 要不是陈鹏杀的合营汉将 闭门不出 焉能逼得殿下三入鬼神庄 请你摇旗 姚先帝 你娘这一死 将来能够流芳千古万载的 英明 这是叫你舍孝权忠 你要知道啊 灭了王莽 国恨一劫 你的复仇也报了 到那时候 老太太人死明在 虽然在九泉之下 也是安然的 难道你就不明白 你娘的用意吗 你还埋怨本帅 你要明晴之理 你可以找陈鹏跟他一战 把陈鹏打败了 那才算对呢 大元帅邓宇说这几句话 把姚七说得默默无言 刘秀说怎么办吧 咱们赶紧把老伯母摘下来吧 赶紧想主意 买棺材办理丧事 姚七摇了摇头 千岁 办什么呀 我分文无有 邓宇说不要紧 姚先帝你放心 有本帅在此 用什么都有我呢 你呀 赶紧去请几位邻居老太太来 棺材兽衣一会儿就到 哎 好吧 姚七出去 就把街缝邻居请了几位来 邓宇也出来了 赶紧到门口吩咐亲水 你们两个人赶紧到羽王池 叫他们赶快的把这棺材兽衣给搭了 两名亲水遵命 然后上了马 非也相思构奔羽王池 书中暗表 邓宇在济阳关外的汉营 还没离开汉营的时候 就派亲军曹元 预先买了一口棺材 还有全份的兽衣 就运到鬼神庄南边的羽王池的庙里了 所以两名亲水把元帅的吩咐 告诉了羽王池的曹元 曹元立刻带着二百儿郎 搭着棺材 带着兽衣 就来到了鬼神庄 就把棺材搭到姚琦他们家的院子里 取出兽衣 就交给姚琦了 姚琦就请街坊老太太 给母亲把兽衣换好了 邓宇就问姚琦 姚贤弟啊 你看这口棺材行不行 如果嫌不好 咱们再换好的 姚琦也不懂啊 这时候街坊就这教书的先生 也在旁边站着 先生一看 这口寿材不错了 四五六大方样黄摆的棺材 啊 姚琦呀 这么好的棺材就不用换了 哎呀 好了就别换了吧 就这样把老太太入了恋了 邓宇又问姚琦 姚贤弟 你们家的坟营在何处 哎呀 袁硕呀 我们家租坟在贵呀 我的父亲被王莽所害 死在长安 埋在哪 我姚琦也不知道啊 先将我母亲找个地方 粘起庭放起来 等将来打到长安城 再方查我父亲埋在何处 再把他们老夫妻入土殡葬吧 刘秀说好吧 先把老伯母停在羽王池 姚王兄 你看怎么样啊 哎 很好很好 那咱们就这么办了 邓宇又问姚琦 姚贤弟 现在老伯母的丧事可以说办完了 我问你 你打算怎么办呢 哎 我娘死了 那没别的 汉英当差去占陈鹏 好 姚贤弟 不过要按照礼节呢 你的老母亲死去 你应该穿三年重校 哎 那我就穿上三年重校 可有一样了 你要到汉英前去当差 可不能穿校军营当中 最记的是凶福晋营 你是舍校权中的忠臣 咱们三年改三月吧 哎 穿三个月也行啊 不行啊 姚贤弟呀 三个月你得改三天 哎 那就穿上三天 姚贤弟 马上就得走 三天就改为三个时辰 零出校满了 那我不穿了还不行吗 哎呀 姚琦是放生痛哭 这样刘秀刘文书就命人在外边预备好了 有人就把摇旗的马拉出来 大枪也挂在了马上 官兵望外搭棺材 刘秀掺着摇旗就走出了摇旗的家 姚望胜 你把街门锁上吧 哎呀 千岁 锁什么呀 凉死了 我们家什么也没有了 咱们走吧 旁边街坊 邻居听着也是替姚琪难过呀 大帅邓宇就指挥兵族 把棺材扶正了 姚琪冲着棺材一跪 冰丁呢 就在地上放了一块新砖 在这砖上放了个盆 姚将军 您要摔盆 您可得使劲摔 摔两下可犯崇丧啊 哎呀 犯崇丧 我们家也没人了 姚琪把盆放砖上一摔 是放生痛哭 娘啊 姚汪秀 节哀一把 刘秀掺着尤旗 这棺材就起了杠 大元帅邓宇指挥着棺材往外走 这街坊四邻 直手画脚是议论纷纷的 可也别说 姚老太太也死直了 千岁刘秀二次复兴汉史的汉光武 掺着这桑种 大元帅邓宇 在前面指挥着就跟着杠头似的 就把姚老太太棺材搭到了宇王池 停在宇王池内 元帅邓宇派兵在这看着 刘秀跟邓宇就跟着摇起摇瓷矿回归汉营了 一路上没话呀 这天到了大营也就在晨时 李仲听说元帅回来了 就只会迎中所有的战将抽营相接 大家伙知道 这回请来高人来了 大家伙全都看姚旗 千岁三入鬼神庄 请了姚旗就可以战胜层 这时候王伦跟陪同两个人可没好利落的 所以这两个人没有出来迎进 刘晓邓宇跟姚旗随着重战将进营了 这下营中可就传开了 王伦在帐中养伤了 听说大元帅邓宇把姚旗请来了 哎呦 王伦可急坏了 是大吃一惊 别人不知道姚旗有多大能 王伦跟姚旗是生死之交的哥们 姚旗的把势如何武艺如何 王伦知道的最清楚 这个姚旗呀 胆大守黑敢招呼 要说把势啊 他简直没学过 除了几手单鞭之外 他什么都不坏呀 王伦心说大元帅把这个废物请来 跟武装院陈鹏动手 那不到振钱白白肃死吗 急得王伦在帐中直跺就好了 就在这时候就听嬴门外 喊沙升起炮声隆隆 王伦心说坏了 外边准得动上手了吧 哎呦 姚大哥姚大哥呀 就你那两下子非得死在陈鹏之手不可 到底摇旗性命如何 下回再说